网红Toys日前到YouTuber超哥经营的日式料理店直播用餐 因为批评醋饭难吃在店门口遭对方殴打 一共休养了6天晚间也开直播做出回应 那于我这个三口我当场是满地都是血 血是用滴的就是从透过眼睛滴滴滴滴滴滴这样滴下来 现行犯耶而且还超过一个耶 光是画面路人拍到的画面就超过三个了 Toys强调绝对不会和解就算花完积蓄也要告到底 还指控超哥预谋犯案 另一方面超哥犯案完后被警方逮捕移送地检署 最后裁定5万元交保 接着他就飞往越南工作甚至被民众募集 他在洗头店放松 两人恩怨恐怕未完待续 现在小心了当有人跟你讲话 讲到一半他先运气 他向前跺步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这是超派铁拳啊 他的前置CD 他发动这招的条件啊 他就会向左侧移动一小步 要打是非打而且没有很快 这个就是他前招 他大招将至老人家 来台语教学 来今天跟大家讲 驾死就不死 你有了解吗这句话 你如果驾死 你就比较不死嘛 是不是这样 啊你如果驾人打 你就不要去店里面 将开直播 喔 这比较不败的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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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人说你很厉害的喔 还好啦 嘿嘿啦 我就很厉害的 喔 哎呦 你很屌喔 还好啦 啊你要死啊你 齁 你要死啊你 懂我意思嗎 我就不会去人家店里面 吃饭开直播 啊你驾去不打 你就不去不打嘛 哎呦 哇去吃饭开直播 不知道要用打 别开别开 就要用打 所以说馆长你去 会不会买打 我就不会做这种耐心 我昨天根据我学格斗 喔我练格斗练的炸磨多年 超败铁拳 我昨天可以看出来一些端 他在发工的时候有没有 他在发工聚气发工的时候他会这样 现在小心了 当有人跟你讲话 讲到一半 他先运气 他向前跺步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这是超派铁拳啊 他的前置CD 他发动这招的条件啊 他就会向左侧移动一小步 要打是非打而且没有很快 这个就是他前招 他大招将至 一个前摇 就像我们打爱尔顿返还 我要出大招啦 人家会前摇一下 会闪个红光 大家要注意注意 这个是 我跟你讲 内行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好不好 馆长有练过 馆长在路上 提醒各位 要跟人家交涉的时候 如果他有前移的一点 小心超派铁拳 通告直播主Toys 网红超哥被移送地警署赴讯 检方预令五万元交保 律师拿着手提袋 火速找钱办保 我对昨天一直没有忍耐住 揍了Toys一顿 然后所造成的风波 跟社会道众道歉 使用暴力本然就是不对的 不好意思 那我会负起相关的法律责任 那面对 所以他本来就不安好心 就是像 黄鼠狼给击拜年一样 我从外赶回来 我请我的主厨 用最好的料理招待他 从头到尾 他都是满怀着恶意而来 我是带着善意 用心准备餐点却被Toys再三批评 心疼员工的辛苦也坦言害怕 影韵受影响 但是你对这种人讲 讲什么都讲不通 那越讲越气愤 所以一时失虑之下 所以我就用我超派铁拳 揍了他一顿 那整件事情就是这样子 就会想要跟Toys道歉吗 因为你都说动手 其实不对 谢谢大家 谢谢 承认动手就是不对 但超哥却拒绝向Toys道歉 强到对方出发点 根本不是来开桑 比照桑来找麻烦 离开地检索时 继续指控对方不安好心 答案是不对的 但是 Toys这样挑衅 我想没有一个任何男生 是可以接受的吧 答案是不对的 时间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揍他 换员若时间重来 还是会使出超派铁拳 超哥离开地检索后 被朋友接上车 心情看似不受影响 还微笑比手势 两米网红尖的战火 恐怕未完待续 TV新闻综合报道 大家计划叫做咳嗽公平之事实啦 我说你的鱼肉非常好吃 我说你的粗饭非常难吃 仅此而已 我有错吗 我们举款给你打好 帮我们分享一下用餐 好吗 虽然是你的面 哪个东西我也吃不下了 你来打扰我用餐有什么办法 你是实际上的吗 你觉得我今天是带着一个负面的历程过来跟你批评你的 就是你认为有的态度是吗 刚刚这个马上就跟这个老板讲了 然后这个老板坚持不让我付钱我也是没办法 好 那我们今天就喷小粒一点 以我想象中的要好吃的东西 都吃到目前为止没什么腥味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吃食材嘛 这种丼饭最讲究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醋饭 那个贝跟虾子我都有咬到啥 醋饭就非常难吃 这是什么 因为它不是那种粒粒分明的厨饭 吃饭已经黏在一起了太湿了 然后醋的味道也不够 但是剩鱼片还行 你看它的肉就是那种没有一丝一丝的 散掉了 对 整个好像有点像是人类的鸡肉都黏在一起的感觉 虽然它不辛苦 但是跟原本地黄蟹的这个口感 因为我吃过 所以我知道它的口感是什么 这个就是 很像是那种冷冻的 来评一下我们那个 差不多那个粗饭超难吃 超难吃吗 粗饭超难吃 真的吗 很黏耶 就是没有利益分明 然后出位不够 就是很 可以改进 没事没事 只要是合理的建议 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去思考 有人它的要求的标准不一样 但是我们尽量可以做到大家起码都能够接受 不敢说一百分啊 一百分绝对不敢想 但至少六七十分这样 你评论 台湾餐饮业的方式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超红 我感觉到你 想要跟我带出什么意义 也就是你 没有我没有带出什么意义 你的意思是想要表达 我可能去这些餐店 可能说你们好吃或不好吃 说不好吃的话 可能会让你们倒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说 我说好吃的 一件一件分那些开的 终究是食物品质的问题 我知道你想要跟我表达什么 但是我不是这一套啦 没有啦 你是不是这套碰我都没关系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就像狗贝 我只有一样 我其实没有任何感觉 说真的 我们做餐饮 我们做餐饮 我们是希望 可以让每个人 起码都有一个 物有所思的感觉 那你记得鸡丁过 鸡排卖一百二有物有所思的感觉 其实鸡肉降下来以后 我们想要 那也是出了事情之后 你才特别去降价的 你给原物料给加募组 就六七十块一片 你卖一百二 钱都没得赚了 你如果在台湾这种什么地方 然后你就会进来一些店 他好不好吃以外 你还会做什么 你对台湾社会有什么贡献 我问你 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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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有在捐钱啊 有什么贡献 所以要比捐多少的问题吗 不是啊 捐钱 你怎么会这么奇端啊 今天我说难吃 人家也要继续看 没有啊我可以改进 我可以改进 不是不是改语不改的问题 但是不会到你的 不是改语不改的问题 这样子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说我们好吃 我们正常的人会讲说 有客人中文好吃啊 你都说了食物是个人主观吗 大家都是华人 我们讲的同样的同样的中文 只是你不需要因为这样子来消费我 或者是来做什么 我做我的小生意 在我办教你的忙 而且大家 有句话叫做咳嗽公平之事实啦 就算你今天去 只有查误说 你XX狗都不喝 就是大家也要去喝喝看 才知道是不是狗的不喝吗 那你东西好不好吃 那大家要去吃吃看呢 终究无论它是正面行销 还是后面行销 它终究是个行销啊 今天而且我来你这个店 没有说全这东西都很难吃啊 我说你的鱼肉非常好吃 我说你的粗饭非常难吃 仅此而已 我说你的地黄蟹 他XX的东西就这样而已 我知道你也卖的不贵 我有错吗 错在哪里 你认为我是带个人的立场来 批评你这间店的 如果我是要来批评你这间店 我何必说你的鱼肉很好吃 我推荐大家来买赤身 买汤 但是你今天就带着一个态度说 我就是来批评你家店的 我是来实话实说 我对你没有任何个人意见 你觉得我今天是带着 一个负面的立场过来跟你 就是批评你家 就是你认为 你的态度是什么 我只说 华人应该 不要再扯什么 哪里人 不是啊 华人 大家都是人类 都是华人 不要再扯国籍 我们接受任何善意的负责 那你就不要吃了什么国籍 那你就不要吃了什么国籍 那就没人这么捐练的话 你会说 很棒 我不懂 为什么要扯国籍 我知道你吃个饭 你要怎么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